第二个问题 他问世界上存在两大哲学派系 第一个唯心主义哲学 第二个唯物主义哲学 所谓唯心主义认为宇宙的根源是精神 精神是宇宙的第一心 也就是说先有精神而后才有物质世界 所谓唯物主义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 物质是宇宙的第一心 也就是说先有物质世界而后才有精神世界 世界上有许多人按照这种理论推度 认为佛教是偏于唯心思想 比如极乐世界的形成 是先有伐藏比丘怨心 然后才有极乐世界的形成 那么从这种思想上来说 佛教不是偏于唯心思想 那学生的回答 从思想上讲佛教偏于唯心 但从理性上说 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体的 是无始无终的 宇宙间根本就不存在第一性 跟第二性的差别 这样解答是否正确 这个解答可以 没有说透彻 解答没有错 讲的不透彻 这个听的人是不是能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只讲了一个原则 那么有个参考资料 你可以看看 欧阳静武 在民国初年 有一篇讲演 说佛教 非宗教 非正 二位今世所必须 王恩阳居士写出来的笔记 听讲的时候 做出来的记录 这个小册词有流通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看看 他说的比你透彻 可以做参考 爾 feedback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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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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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